那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影响咖啡好坏 就是咖啡冲泡的时候 我真的在问这个问题 对 就是咖啡冲泡的时候 到底有什么东西会影响咖啡的好坏 来大家说 或是会影响你的冲组 会影响冲组的结果 根据你多年来的经验 或是这个学习刚参加咖啡社的经验 等等 好来说啊 怎么大家突然不敢说话了 不是刚刚都是有冲泡过咖啡的吗 就是 咖啡豆 咖啡豆的好 对嘛 责任都要推给人家 就这个老板没有哄好跟你讲 不然就是种的那个没有种好 对很好 很好 还有没有 全部都人家的错 跟我们冲组其实没有关系的 也有人这样的 也有这样的说法 说那个我跟这个基本上那个咖啡豆已经决定了大部分的事情 我们冲组其实能够调整的地方很小 在某种程度也是对的 但是大家冲也知道 所以有时候冲的味道还是会不一样 有没有 冲组时间很好 还有没有 水汁很好 水温很好 心情 也不错 这个真的有人相信这件事情 你可以做端门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因为呢 虽然我不知道真的还假的 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听过咖啡的人这样说 但是我至少听过两位泡茶的人这样说过 他说明明他教他的土地 都是一种一样的水温一样的冲组手法一样的 什么都一样了 但冲出来就是他冲的味道会跟他土地冲的是不一样的 这样 因为他们两个都说一样的话 就他们在冲的时候 都是非常专注 但是 不知道怎么样形容这个概念 他专注 但是他好像又没有在冲那种感觉 我真的不会形容 反正我也不会 所以简单的说 他们觉得心情是有影响 虽然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 你们可以回去试验室看看 好 还有没有 喝咖啡的气场 会怎么样影响 我以为说看了这个器材 很难看影响我的心情 很好 还有没有 最主要的 尤其是专注来冲组的时候 你们会考虑什么因素 除了刚刚的水温水质 粗细度很好 豆子 对对对 豆子刚刚一开始就说了 这个最重要是人家的错 对不对 好 还有没有 豆子还有几件事情 豆子就是让豆子要新鲜 这个是重要的事情 虽然人家轰得很好 但是三年前轰的 这个大概也不行了 还有没有 还有还会影响咖啡充足的 还有什么 哇 哇 你那时候要会连强 也很好 好 可以专门去研究这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差别 这在某些事情是有差别的 就是 魔豆子的触系会有差别 没错 对 虽然我们很少考虑这件事 因为这个的确是 细致中的细致很好 有没有 什么注水 怎么样 注水会影响什么 注水量的影响 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讨论一下一下 注水有几个影响到 第一个是注水的速度会影响到 第二个 因为跟冲阻时间有关系 因为注水的速度就跟冲阻时间有关系 另外一个是 你注水是 举高空往下冲 跟很接近水面的当然不一样 就是有一个的什么力量会比较大 就搅拌的力量 对很好 所以它就是几个咖啡的重大压 重大的萃取因素就是这些 就这些 然后我们整理出来的话 大概有五个最重要大家要注意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要抓粉水笔 就是 反正你一定要决定一个粉水笔去抓 在之后因为会有详细的 大家讨论的中间 大家可以详细的讨论 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去抓这些东西 然后第二个是研磨的粗细 那大家也知道说研磨粗细 反正 呃 呃 萃取率要高的话 呃 萃取率 萃取率 我们要往萃取率要高的时候 呃 粉水笔要往哪一个方向走 要粉比较多还是水要比较多 粉要比较多 对粉要比较多水要比较多 是不一样没错 要粉比较多还是水比较多 萃取率要高 水比较多很好 就是这样 对对对很好 那研磨的粗细呢 我们稍微有概念就好 因为这个每一个都会 大家在那个自主学习动神中 都会详细去讨论这些事情 好 好 所以这个就是刚刚大家说的 说的一些 说的一些 呃 我刚刚是不是有一个方向说出来 没关系已经过去了 好 好 那咖啡有三个很主要的冲泡的方式 一个是浸泡式 浸泡式就是泡在里面的 就像法那个法国鸭 还有一个是聪明绿杯 就现在比较常见的 那有人把爱乐鸭放在那边 就浸泡式 反正就是主要的萃取是用浸泡来做的 很多方式是混合式的 所以那个 所以有些很难归类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大概的 有几种类型的时候 你在思考你的冲组方式的时候 你会比较有概念一点点 然后一种是绿过式 绿过式就像我们手冲 就绿过式手冲 怎么说完了 我怎么突然一时想不到 其他什么是绿过式 绿过式最有名就是手冲 每次咖啡机当然也是 可是每个是咖啡机 就是模拟手冲 人类的手冲去做的事情 所以绿过式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可能就是手冲 然后还有一个是Expresso 为了对Expresso的爱 所以我们把Expresso放在单独一项 但是很多的地方讨论 的确不太一样 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 推到前面去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讨论 大家平常在家里会做的 像是浸泡式跟绿过式这些 有一些方法是混合的 有一些是混合 很多的方法是混合 那有时候是我们不小心混合 像手冲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浸泡 这是不小心的 不一定 说不定是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 但是你就知道说 你知道说有两种方法不一样 然后两种方法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会对咖啡更容易的 去了解咖啡的不同 然后我们看什么不一样的 最容易解释就是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我非常老实说 完全只是为了吓大家 拿出来给大家看的 这个是药学上面说的 融解公式 就是药在水里面融解的时间 大家不要害怕 因为我现在要解释了 因为我们没有真的要用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只是大家未来 你要解释咖啡给人家听的时候 如果是你不喜欢的人 你就拿这个公式解释给他听 这样 所以你连这个都看不懂 这个其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的溶剂 就是我们的咖啡水 然后如果我们是用浸泡式的 我们的浓度是不是 咖啡的浓度会越来越浓 没错吧 那所以呢 所以它是会有那个 拉那个 萃取速度的那个功能 所以它如果这边 数字越大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数字就越小 这个数字越小的话 萃取速度就越慢 这样可以吧 这很好想 就是因为它浸泡在水里 然后它咖啡的浓度 越来越 那个成分的浓度越来越浓 那个成分越来越浓 它就越来越不容易萃取出来 所以它的萃取速度就会变慢 就是这样 这个是浸泡式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 那但手冲的时候是怎样 手冲的时候 如果除非你刻意的说 你想要变浸泡 不然的话 你手冲的时候 其实水过去就出来了 所以它接触的时间 永远都是新鲜的水 也就是说这个的浓度是零 手冲的时候 基本上 基本上 你当然会想出一些伟大的事情 我们先不要想伟大的事情 就基本上这边是零 所以手冲的效率 比较起来跟浸泡式的时候 手冲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永远都是用新鲜的水 去做萃取的动作 就这样子 好 好 这个是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好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浸泡式 如果你浸在可爱的水里面 因为咖啡就越来越浓 然后所以它的萃取的速度 会越来越慢 这个是优点也是缺点 它这样有什么优点 萃取速度变慢怎么会是优点 为什么 什么什么 不容易 不容易 非常好 就是它的宽容值比较高 因为后面的时候 在那边放的 不小心 多放一分钟 比较没有关系 相对比较没有关系 因为它 它根本后面就没有再认真萃取了 就这样子 好 然后第二个是它比较容易稳定 因为你放进去以后 基本上它就没比它了 手冲的时候你一直在冲 然后冲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变因 等一下我们会再稍微讨论到 好 那那个 那个 绿过式就像手冲 它就是永远是新鲜的水去冲它 所以它的萃取效率是比较好的 然后有一篇文章就在讨论这件事情 这篇文章其实就是 我看到这个公式的原因 好 那那个 这篇文章 这个跟我们讲解是一样的 它基本上只是拿这个公式来下一下 它有做科学实验 它有实际去算一下说 如果是根据这个公式呢 我们有不同的成分的话呢 那萃取的 萃取的样子会长什么样子 然后它就依此去推论说 那个 浸泡式跟绿过式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特性 好就这样 那浸泡式的话 那个 最大家我们常常用的一个 就是那个通明绿杯 通明绿杯算是一个 大家应该也有听说过 通明绿杯是很容易做得很稳定的 那基本上浸泡式的特性 就是它很容易稳定 然后肚子里面有什么出来就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你很容易拿它来去做 那个 这个豆子本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 因为它的宽容性也高 所以反正你就用固定的方式 就进去 然后泡一泡 然后搅一搅 然后就结束 就这样子 所以时间稍微拉长一点 虽然还是有差 还是有差 所以有人做过研究就是 他那个还是会有 还是当然时间拉久 还是会有过脆那些事情 还是会发生 但它的宽容值稍微比较高一点点 那缺点当然就看起来真的很不酷 没有人会觉得你会泡那个聪明绿杯 你会真的很会泡咖啡 你就水放下去 然后你在那边等 跟他聊天 聊完了以后说好 我们来拿出来 然后就这样子 人家都不会觉得你会泡咖啡的样子 所以这个是他最大的缺点 然后第二个缺点是 他比较不能照你的想法去修整他 虽然通常 通常在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 我们也不太需要想法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想法 但其实可能是我们只是 手法不太一致这样子而已 所以就这样子 所以聪明绿杯 尤其是你现在想要知道说 这个咖啡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子 我想要试试看 然后我就可以用聪明绿杯 去试试看 大概那个本来 那个老板想要给你的味道 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所以就这样 然后 如果 你因为我们用手冲的时候 虽然可以做更多的控制 但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 比较 每一次做的不太一样 这些地方 我们的项目 都可以做到 我们的项目